大家好,各位姐妹 今天的四向金句是《它必实行我的子矣》 伊萨耶和仙子书55章11节 《他》在上下文很明显说 天主从口中发出言语 就是他说的话 伊萨耶和仙子用语和说 来比拟天主的语言 天主的说话 在一个巴历斯坦的背景下,一个干旱的地方 雨和雪下来大地会观看田地 然后使得植物生长萌芽 于是说出天主的说话,如同雨和雪一样会滋润大地 带来生机,孕育畜生命 会转化干旱的巴历斯坦 其实这里就是说天主的说话本身 其实就为人会带来生机 多么失望的人,多么看不起自己人 很多埋怨 但是何时听到天主肯定的说话 天主爱情的说话 连我天主都爱 连我那么多的罪过,那么多的毛病 天主都视我为祂的子女 为什么天主是无限的? 是宇宙的创造主 我是哪一个? 竟然他这么看得起我 这一份就为我们带来生机 带来在绝望之中的希望 在我们埋怨之中能够得到出路 因此天主的说话一定会实行天主的旨意 什么旨意?就是爱情、关怀、怜悯 因为天主是爱 好了,那么今天天主的说话 如何实现祂的旨意呢? 各位兄弟姐妹 就是通过我,通过你 因为我们聆听了祂的说话 如果我们聆听了祂的说话 遇到朋友,在公司里面 跟同事相处一起工作 在家庭里面 一家人的生活之中 让我们都去说出关怀的说话 同情的说话 肯定的说话 正能量的说话 因此天主这一份实行天主旨意的说话 那种能力也要通过我,通过你 实践在今天的社会当中 今天我们生活的环境当中 好,让我们再重复今天的事情金句 他必实行我的旨意 依撒二日先之书55章11节